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耶稣的七十二个总徒 就很高兴地回来跟耶稣基督分享他们第一次传教的经验 而且好像是很成功的经验 如果你看路加福音你会发现 耶稣不断地在准备他的门徒、他的总徒传教 他告诉他们很多事情 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 然后他就派他们出去 那么好像他们都很成功 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 他说哇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都很顺利 连魔鬼都会服从我们 我们只要用耶稣基督的名 连魔鬼都会跑 那么他们这么高兴 那个耶稣是不是给他们一个工作奖金 或是一个赞美 或是表扬他们 平常在我们今天的公司里面 如果职业都做得这么好 他大概会有一个很好的奖金 不过耶稣好像相反的 他好像有点破冷水 他说你不要太骄傲 他说魔鬼、撒旦就是因为骄傲 下到地狱 所以他警告他们 有时候在教会里面 虽然教会不是一个公司 不过我们的教友 有时候也会觉得他们也应该得到一点鼓励 如果他们介绍一个人到教会来 那么这个人也灵犀 可能会做他的大夫或是大母 那么他会觉得很骄傲、很开心 你看我就增加我们教会的人口 其实我想耶稣基督也会跟他说 你做得很好 不过真正的在做事情 不是你 是天主的圣神 我们只能够带人到这个门口 让这个人进到门口 就是进到这个门里面 还是需要天主圣神的推动 所以我们不需要太骄傲 骄傲就是一个陷阱 我们会开始认为 这个功劳都是属于我们 其实完全不对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知道我们在做天主的工作 耶稣基督的工作 那是最重要的 这个应该让我们很开心 那么成功不成功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是看天主的旨意 其实有一些其他的宗教 也有这个想法 印度有一本书 小小的一本书 叫做Bhagavad Gita 不知道你有没有 听过没有 好像是生命的一首歌的意思 他一直鼓励人做事情 尽量做得很成功 不过成功了没有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这一点 如果你做的 那他的成果是好的或是不好的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无所谓 你已经做到你该做的事情 当然我们都是 都是人 都是脆弱的 都是很需要鼓励 而且我们自己不要忘记鼓励别人 这个是很重要 不过 而且我想可能他的 耶稣的门徒有一点点伤心 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会赞美他们 结果他是斥责他们 责备他们 不过这个为他们好 耶稣是希望他们的喜乐 会来自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看他的 不是看效果 这个效果 这个光荣应该归于天主 耶稣不断地在告诉他的门徒 他们是无用的仆人 无用的仆人 我觉得如果我们所有的教友 都能够排斥这种骄傲 能够自己认为他们就是 简单的无用的仆人 天主的仆人 天主的工具 那么我想可能我们 吸引的门徒 吸引的教友可能会更多 愿天主降福大家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豐富